买买 喜欢这幅画吗 韩小姐 又见面了 这是你的作品 我虽然不太懂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她的第一眼 就被吸引住了 她看起来好像很宁静 但是又蕴藏着某种力量 也许是我想表达的东西 让你得到共鸣了吧 谢谢你喜欢我的作品 有一个问题 想要冒昧问你一下 你说 有个不错的健身器品牌 他们正在找先锋画家合作 设计联名款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我是做独立艺术的 还从来没有过商业合作的 明白 但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这样你想表现出来的东西 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我会再考虑考虑的 谢谢你啊 没有 没有 一猫 采访已经安排好了 现在过去吗 好啊 陆总 那你再看看 我先试配一下 嗯 走吧 潘小姐 您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您在创作这幅画石的状态吗 当时确实挺疯狂的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画画 其他的事情 根本没有心思去做 在创作这幅画 有没有和情感波动有关呢 既然是艺术创作 当然是需要感情的投入的 那那个时候 您跟一男朋友处于 什么样的感情状态呢 你这个问题跟画有什么关系啊 我希望大家能多评价我的作品 无论是褒奖还是批评 我都愿意接受 但至于个人感情的事情 在这里就不方便透露了 抱歉 潘小姐 您已经很久没有更新您的作品了 这是为什么呢 灵感枯竭了 还是在生活上受到了什么打击 你还有完没完 算了 明明 我最近真的在 非常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创作状态 那这么说您确实状态不好是吗 不好意思 采访绝绝 潘小姐 您在创作这幅画是分手的状态吗 不好意思 采访已经绝绝了 这些小姐 你不要打到核的采访好吗 那这个画是分手的状态吗 不好意思 分手状态吗 你干吗呢 有你这么拍照的吗 哪家媒体的 你凭什么不让拍照 我就不让你拍了 怎么样 你怎么说话呢 行了 你们别吵了 这是美术馆 用不能安静一点 姐姐 姐姐 一芒 没事吧 刚才那几个记者 真是的 什么问题我问 太过分了 可为什么要吵架呢 你没觉得 他们是故意 往那个方向引的吗 我是怕你挨欺负啊 那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啊 明明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一点也没变呢 我累了 我想一个人静一下 我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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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把衣梦 写送我家了 行 你去吧 抱 抱 你也记着我来应付 方明明 别太担心了 啊 吨枫 我脾气是不是特别不好 你给我回答我 可当我没问 你也是好心 我知道你是为韩小姐着想 算了吧 不用安慰我了 你仔细看过她的话吗 她的话挺打动我的 有一种治愈的力量 可能这也是她内心渴望的东西吧 确实 这段日子 她情绪一直不太好 给她点空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孟姐 灵灵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就在我这儿骂她就行 你别憋着了 跟她没关系 也许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调整一下就好了 孟姐 你跟明明是从小一起长大了 我们也是 她一直对你都很上心 就是因为太上心了 才会对刚才那个记者发火 我知道 我给她添了不少麻烦 不是 她 她不怕你给她添麻烦 其实你就是领她 一点点情就行 孟姐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嗯 你说 你知道明明一直喜欢你吗 你 你说一直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真以为她那会儿跟你表白是闹着玩的吧 你不会真以为她那会儿跟你表白是闹着玩的吧 你说得没错 就是我还 我还笑得傻 一根筋 可到后来我真的有点佩服她 这个时代太多诱惑 太多可能性 太容易变了 可她没有 孟姐 十几年了 她对你的感情一直没变 她得真心 怎么猜不成能 她抉起来 什么样看 啪 她 我